大家好,我们今天分享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 一般认为14亿中国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 神州大地、阎黄子孙、龙的床人 有这样一首歌,有56个民族,包括很多少数民族 而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民族的荣卢 来自世界的各个种族和民族都有可能是美国人 在三亿美国人中,华人占508万 中国有百家姓张王李兆 中国人姓氏在前,名字在后 比如谷爱玲和张爱玲,谷和张都是姓 后面的爱玲和爱玲是名字 中国汉族的名字,多以两个字为主 当然少数民族搭名字也有自己的特点 另外古时候,女子出嫁后 会把自己的姓放在夫姓的后面 称自己为什么什么氏 比如一个女子姓和 嫁给一个姓正的称呼就变成了正和氏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习惯,男女平等 美国人却是名字在前 姓氏在后 比如美国作家马克图文 马克图文 原名是Samuel Langhorne Clements 那么Samuel就是名字 Langhorne就是中间名 Clements就是他的姓 谷爱玲的英文名就是Ellen 冯谷 美国现在还有一个习惯 就是男女成家以后 很多女性要把自己原来的姓氏 改为丈夫的姓 有点像中国的古代传统 中国人写地址是从大到小 比如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地址 在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安家楼路55号 美国大使馆东门 邮编100125 电话861065003032 中国机器人的地址是放在右下角 在美国写信 地址是从小到大 比如中国驻美国的大使馆 地址是3505InternationalPINW WashingtonD.C.U.S.A.2008 电话2024952266 美国机器人的地址是放在左上角 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中国人喜欢喝热水热茶 早餐丰富 包子油条稀饭豆浆豆腐脑 午餐一般为正餐 晚餐不鼓励多吃 有一种说法是早吃饱 午吃好晚吃少 中国饮食文化极其丰富 各地有特产小吃 还有八大菜系 川菜 香菜 粤菜 闽菜 酥菜 折菜 灰菜和卤菜 美国人喜欢喝冰水 就是在产房 护士 也是给你冰水 美国人早餐 一般是面包 果汁 或者咖啡 中午休息时间很短 没有午睡 用餐简单 所以下班后 晚餐一般为正餐 美国人的传统食物 是汉堡 沙拉 披萨 和牛排等 美国人喜欢在院子里 BBQ 烧烤 在厨房 多用烤箱 而不喜欢炒菜 或者油炸 美国人吃鸡肉和鱼 多是没有骨头和刺 很多美国人吃饭 还有一大特点 不是八大菜系 而是八大过敏 过敏源分别是 面粉 鸡蛋 牛奶 海鲜 鱼类 坚果 黄豆和花生 中国人除了无神论者以外 还有很多人相信有神 所以中国又称为神州大帝 举头三吃又神明 在中国佛教 道教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普遍存在 美国是以基督教为主 因为历史上 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 美国也可以看到各种宗教是信仰自由 政教分离 但是美元上依然印着我们信仰上帝 美国总统宣誓就职 也是要首按圣经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 从中华文明的创世神话 历经三皇五帝 夏商西州 春秋战国 华夏一统 二十一个朝代 开疆阔土 文治武功 其兴也薄焉 其王也忽焉 朝起已朝落 沧海 桑天 但是中华民族的文明 却保持了它的延续性 而且最近四十年来的经济的高速发展 使得中国是大国崛起 民族复兴 美国自1776年建国 至今已有246年 美国从仅有300万人口的13个殖民地 历经图治 发展成为一个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世界强国 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 这是在整体实力上 尤其是在软实力上 有所衰落 以及在经济总量上 有可能被中国超越 而且不少人认为 美国已经不再是那个最伟大 我强调集体主义和权威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 两千多年来 中国一直实行中央集权制 虽然历经改朝换代 分分合合 但是打一统的思想 在中国是根深蒂固 另外 中国儒家思想盛行 强调权威 秩序和官本位 君臣父子三纲五常 等级制度严明 但是法治观念薄弱 提倡小我 服从大我 某些人喜欢称自己为人民的公谱 实际上在骨子里 视人民为草芥 美国盛行个人主义和自由 认为个人和自由是与生俱来的 也是宪法赋予自己的权利 不应该受到政府的制约 根据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 人民享有持枪自卫的权利 但是由于管理不当 美国也确实存在枪支泛滥的问题 另外在COVID-19疫情期间 政府要求在公共场合戴口罩 很多美国人抗议 认为这是侵犯了个人自由 更不能想象 如果在美国实行封城和封小区 结果会是怎样 中国人注重亲情礼仪 强调道德的力量 推崇温良公减让 喜欢稳重和保守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 讲究人情世故 所谓礼上往来 但中国的人情 在很多方面也是有碍于面子 是表面性的 而不是真心的 穷在街头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 也是中国人的涉汉原谅 中国的人情社会 也就决定了 中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 人情大于法 法不责重 中国古时候多讲究 孝替忠信 礼义连耻 有点像现在的八戎八尺 就是要求学会自我约束 老成持重 自尊自爱 安身立命 美国人注重实惠 利益 强调制度的约束 推崇 自我标榜 喜欢 猎奇和冒险 美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商业社会 和资本社会 到处充斥着实用主义和利益之上 只关心我自己有什么好处可得 而不在乎什么是面子问题 最近几年 美国也开始讲所谓的政治正确 有些话题好像是禁区 美国也存在不同形式的官僚主义 但基本上各种制度 是比较健全 能够做到照章办事 用不着像在中国那样 凡事都要拖人情 找关系 美国人是自信有余 谦虚不够 喜欢夸大自我 美国人历史段 没有传统的包袱 所以鼓励冒险和创新 敢于挑战自我 和藐视权威 中国人推崇 自我检讨和承担责任 中国有苦训 一日三行五身 闲时长思几过 背后莫论人非 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 有则改之 无则加明 如果只喜欢和陶醉于 阿谀奉迎 歌功颂德 那实在是不懂得历史的教训 美国人习惯于指责别人和甩锅 少有反思文化 平时和美国同事打交道 如果出了什么差错 他们都是甩锅 指责别人保全自己 错误都是别人的 成绩永远是自己的 美国国内有民主党和共和党 你真我夺 互相指责 善于制造问题 而不是解决问题 中美关系上 美国指责中国不遵守国际规则 不尊重美国的霸权 但是忘了自己在中国的周边调衅 并不断干涉中国的内政 台湾其实从人性来看 中国人和美国人也没什么不一样 因为任何人都有人性的两面 有时天使 有时恶魔 中国人强调 人之初性本善 本性接近 只是后来受外界的影响不同 所以要注重教化 美国人强调 人性是邪恶的 所以要健全法治 不然最谦卑的人 一旦大权在握 如果没有监督和制约 也会变成暴君 中国人和美国人 都有自己的七情六欲 和喜怒哀乐 都爱自己的父母和儿女 美国还有母亲节和父亲节 所以文化不同 表现方式不同 他们都爱生养自己的这块土地 只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美国也期盼上帝保佑USA 足够大 世界也足够大 中美两国之间 有不同的文化和传统 也有很多共同的目标和利益 斗则两败 和则两利 求同存异 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 合作共赢 才是真正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 长远的利益 关于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 应该还有很多 希望大家都能分享 共同探讨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